黑龙江,我的家乡,再一次因为疫情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中秋节当天,哈尔滨市巴燕县一名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流调信息被公布 剧本沙、铁锅盾、小烧烤、澡堂、自美容院 不少网友就说这个朋友的生活实在是有点让人羡慕 除了感染新冠 然而这个羡慕、嫉妒、背后往往跟随着恨 一时间谩骂伴随着留言在网上弥漫 有人说呀,他的男朋友张某某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 在这个广州落地以后呢,只隔离了七天就给放出来了 然后回到巴映县以后,居家隔离也是七天 从国外回国只需要隔离七天 这又是个什么操作呢 当天晚上哈尔滨公布了第二三名感染者的流调信息 他们的确都是从海外回到哈尔滨的 但并不是传说中的马来西亚,而是菲律宾 他们也不是在广州只隔离了七天 而是在第一落地点广州整整隔离了14天 回到哈尔滨拜演以后,他们又居家隔离了14天 直到9月1号解除隔离之时 他们的所有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的 这些以上官方公布的这个流调信息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平息只隔离七天的这个留言 但是网上对于感染者的谩骂和人肉搜索 却仍然没有停止 无毒有偶 福建本轮疫情的疑似源头病例林某某 也曾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网络暴力 有人说他牵了一头毒,一个人坑了一个省 大量的招呼电话涌入他的手机 他的家人、孩子都被人指指点点 一直到9月16号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布会上 中疾控的专家说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还有实验室的检测 认为林某某可能是在隔离期间被感染 真相大白之时,无人道歉 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受疫情影响地区百姓的心情 因为我就是一个黑林江人 我的爸妈,我的亲人都在黑林江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也好几年都没有回家了 今年十一回家的计划也泡汤了 我也比较能够理解这个病例一,它的行动轨迹 因为我很多年都没有回家 从外地返乡 我热情的亲戚朋友们,他们也一定会招待我 澡堂子,铁锅盾,小烧烤 没有任何人希望自己被感染 更不希望自己成为病毒携带者去感染其他人 每一个遵纪守法的感染者,其实也都是受害者 疫情当前和病毒同样可怕的是谣言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智客观地去看待疫情 去看待感染者 要相信流调,而不要相信流言 希望我的家乡海龙江可以早日结束疫情 希望到时候我可以邀请你们去我的家乡看看 感受一下烧烤喜遇剧本杀一条龙 当然也少不了香喷喷的铁锅炖大鹅 感谢观看